本港不少家庭都會聘請外傭打理家務 日前一個港媽在小洪書發文控訴 指責一個本地外傭中介公司 任由患有麻風病的外傭來港工作 事主說今年1月31日 在康城一間中介中心 用了2萬元請了一個菲傭 在4月24日到港負責照顧她的兒子 菲傭入屋一個禮拜後 事主發現她的皮膚出現紅點 初初以為她皮膚敏感 去藥房買藥給她治療 一個禮拜後情況不但沒有改善 手腳都開始腫脹 事主在第三個禮拜 將菲傭帶去將軍澳醫院求醫 確定感染了麻風病 病情亦不適合照顧小朋友 事主又指 全家去醫院做病毒感染測試 雖然顯示目前未有感染 但醫生說麻風病的前伏期 可以長達5年至20年 亦需要在星期一去醫院進行全面檢查 有關中介公司在網頁發聲明說 麻風病很罕有 驗身範圍亦不包括麻風項目 香港和菲律賓的診所還有化驗所 亦不提供麻風病的檢測服務 所以引入患有麻風病外容的指控是有誤導性 攝氏公司亦積極地和客戶商討處理方案 表示會安排清潔公司幫各位客戶的家 進行一次清潔和消毒 香港的財務 我們在材料 通常合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